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選擇比努力重要 今天又是下半年的開始 啊對齁 明天是國慶日 明天是國慶日記的 假設你們認為我剛講那句話是 對的 你們小心一點你們要被課稅了 我不是 明天7月4號 所以美股休假 明天是美國的國慶 有雙重國籍的人 小心喔 現在稅追得很嚴 新的下半年的開始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800多億 各位你想到什麼 我想到的是 三個苦也一個缺 下半年輪到我們漲了 下半年輪到我們漲了 手上有生計股的 手上有生計股的 你們的日子來了 好 那這幾天有人打電話一直在問我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也來跟各位解讀一下 應該每一個人可能都會親身體驗 經歷 當然啦 也就是假設你做股票 你買賣股票 你沒有去親身經歷這個現狀 代表什麼 我們不敢國 我們不同國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今天買明天賣 你可能今天買下個禮拜賣 你是進來賭博的 那個我們就不同了 我們不同國的 我們不敢國的 我們策略不一樣 有些人 他這輩子買賣股票 都是今天買明天想賺 今天買下個禮拜想賺 投機的我們 大概不同頻率 好 那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我 他就問我說老師 現金爭資代表什麼意義 那為什麼要現金爭資 好 那一定有人問我 所以我就特別 在這裡特別在把 所有上市上貴公司 為什麼在台灣股票市場 來他的目的 跟他的邏輯 好 台灣的股票市場 上市上貴的我告訴你 應該是沒有百年老店 應該沒有百年老店 注意聽 沒有百年老店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 上市上貴都公司的老闆 他們的策略是什麼 大部分 都是存給自己的子女 好坑的自己往自己家裡拿 那風險丟給投資人 那既然是這種邏輯 就不會有百年老店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有能力 有新的創新頭腦的人 通常他會自己創業 他們不會去加入一個 現有的公司 不會 因為台灣的分配是不太公平的 我最近有在看電視劇裡面 有一些什麼叫做奧迪大老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奧迪大老闆 他當然是沒有台灣的企業家 大概就是譬如美國或是英國 那美國的比較多 我只有一個感慨 就曾經有一個奧迪大老闆 他現在是大老闆 那他當然所謂的奧迪會 到他的分公司 或工廠去巡視 那個另當別論 但是他為什麼會當這家公司的大老闆 他本來也是這家公司 從最小的 我們叫做最小的功能開始做 就這樣子而已 那他怎麼有一天會變成 這家公司的大老闆呢 很簡單 因為在國外尤其在美國 他有所謂的分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待滿十年了 我可能就給你股份 那台灣不是啊 台灣待滿你快要退休的時候 趕快把你壞耳掉 趕快就把你壞耳掉 那在美國他是 譬如說你在律師事務所好了 你是個律師 你進來你超過十年了 也就是四年 你經過十年的考驗 然後你對這家公司 對律師事務所 你也有幫助 有貢獻 他就會股份給你 那當然如果有人要走 你也可以買他股份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子 就變成這家公司 最後的大老闆 那在國外大部分 他們都是投資者跟經營者 他是區分的 分開的 台灣不是啊 既要投資又經營 也就是說大老闆會經營 出錢也要做老闆啦 出錢也要做老闆 在國外是不是 出錢也就是大老闆 出錢也要大股東 但是他不是大老闆 他不是所謂的執行長 那台灣是 又是執行長 又是出資的 所以台灣大概 上市上規公司 應該不會有百年企業 不到一百年就倒了啦 這樣講 不是倒了 就是他趕快又用一個新的名義 又創立一家新的公司 好的 研發好的東西 他就趕快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這是台灣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這裡我講 所謂的現金真資 那因為有人要問我現金真資 好我就把這個 台灣上市上規公司的形態 先跟各位解讀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 沒有經歷到 或是他沒有去想 好 台灣 台灣任何一家公司 他假設賺很多錢 會賺錢的公司 他只有兩種 會賺錢喔 有兩種就是說 第一個他認為 這個是我專門的 而且我要恐固我的 等於說我的市場 那我不願意上市上貴 因為我賺很多錢啊 我賺很多錢 我自己能力就好了 所以我就自己 他就不會上市上貴 那種公司就有可能百年了 因為反正都自己人 他也不跟別人分享 有可能啦 譬如說一些麵包店啊 饅頭店啊 就百年啊 好 那另外的 他為什麼要到上市上貴來 他最主要叫集資嘛 因為他認為 我有新的創業的東西 那我願意跟人家分享 其實不叫分享 我願意吸拿新的人才進來 那我新的產能 新的工廠 所以我必須要有資金 那我要資金 我就要市場上拿 所以他就來上市 上貴來掛牌 他賺錢他就配息 對不對 那你說賺錢他不配息 他就配股 那股份一來一大 那賺的錢又擴廠 又增加新的產能 好這個就是 所有上市上貴公司 來掛牌的目的 所以現真就是他 到市場集資的 一個重要的方向 好我現在講錢 我再把後面最 最終點再講一遍 最終 你任何一家公司的大老闆 注意聽喔 他到最後都是要出貨 出貨是比較直白一點 我這樣講他 譬如他現在身價50億 現在50億啊 我50億我自己賺就好了 可是我認為我不要50億啊 我可能要500億啊 所以他就來掛牌 等到有一天到了500億的時候 他就慢慢慢慢偷偷的把錢收回來 然後呢 然後再收 所以我說 投資股票你要記得 有一天要賣 你要去了解 任何一家大公司 他大老闆的心態 但是你要了解 沒有那麼容易啦 因為你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我說他以為現在身價 比如說市值50億他掛牌了 你要知道他是500億就要出場 還是5000億要出場 這個才是重點 好那我們講到現真 很多人對現真不了解 來我就拿一檔股票 我就把那個現真的脈動 也就是說公司現真 然後到一般啦 現真董事會開會完結束以後 同意現真 然後他會申報 對主管機班提出申請 那申請是申報核轉制 也就是你申報生肖制 也就是你過了12個交易日 或15個交易日以後 過了大概12個交易日 或15個交易日以後 主管機關認為 我認同你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主管機關當然就會去查你的帳啊 那15天裡面沒有發生異狀 OK他就給你過了 然後你就可以在市場裡面 現真收一般投證的錢 那現真通常 通常啦 所謂現真通常 假設你要現真1萬張 你假設要1萬張 有1000張要拿出來公開抽籤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抽籤 就會很多人去抽 譬如說超過1000張要抽 超過可能1萬張2萬張 要抽那1000張 因為通常他會 尤其抽籤的部分 他大概都會折價 那原則上他會打 85折到8折 也就是假設定價 好那我就先講定價 定價日 就是說他如果說我今天做定價 今天做定價 那前一前三前五個交易日 或30日移動平行線的價錢 這四個價錢通常會輸低者 也就是最低的第一個或第二個 那個價錢去打85折或8折 這樣各位清楚嗎 好那我們就從董事會 通過現真那個點開始 來把整個脈絡來講給各位聽 那這個部分我就拿一檔股票叫合 合大來做代表 因為有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現真是什麼 所以我就把整個流程告訴各位 來 我們看這是合大 1536的合大來 這是民國105年12月15號 也就很早嘛 很接近啦 就去年12月15號 1536的合大他要現增20億 要現增20億 然後因為12月15號現增的時候 他要暫定 現增20億啊 他要暫定以100塊錢 溢價花行 因為任何一檔股票 他都只有10塊錢嘛 任何一檔股票 面額都10塊 好他要用100塊錢做 暫定以100塊錢 發行 也就在12月15號這一天 他要現增20億 每一檔股票 包括你手上的股票 面額都是10塊 好他要用100塊錢 暫定喔 就去看 暫定100塊錢為一家發行 那你心裡想到什麼 你看到這張 這個10塊錢怎麼會要用100塊 其實對不起 當天的價錢 當天的價錢一定超過100塊嘛 那這個100塊其實他的目的 來再看一遍喔 來 他要現增20億 也就代表這100塊錢 我們理論上 我們講理論上 因為 我暫定100塊錢 也就是說我要用 最低最低 我要現增就100塊 那我要拿到20億 我真的代表說要幾張 要20萬張 2萬張嘛 對不對 2萬張就20億嘛 這2萬張 我最少要100元的現增 可是 為什麼要暫定100塊錢 那 12月15號 當天的股價又是多少 這才重點喔 來 105年12月15號 當天的收盤價128塊 看到嗎 128塊 所以我說剛剛就資本上有人說 老師每股只有10塊錢 怎麼現在要用100塊錢 來做所謂的增資 花行這樣子 這是因為你手上沒股票啊 可是當你手上有股票的時候 你明明今天收盤128啊 為什麼核大這家公司 他用100塊錢要暫定 現增的價錢用100塊錢 可是各位忘記 他就要暫定 他要暫定 那他目的就是100塊 我就是未來 我股價不能低100啊 不然我先生就拿不到20億啊 所以他就當天128塊 他就暫定100塊錢 也就代表其實他人家告訴你 股價可能不會來100 可不可以我剛剛所講的 未來定價日的時候 他要再按照定價日的前135 30日移動平均線 四個教會去挑其中最低或第二低的 你讓那個教會再打85折到8折 為什麼 不然誰要抽籤嘛 你價錢一樣我市場買就好啦 好再來 各位注意看喔 12月15號股價128 當時他是暫定100塊錢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這裡 好到了106年的1月18號 好他是設定現增的基準日是2月14號 2月14號 注意看喔 核大現增基準日是2月14號 好那我們來看2月14號多少錢 好各位你看到喔 好2月14號收盤141塊 那如果說以今天核大的收盤 因為講上個禮拜五150塊啦 那今天有跌說148塊 也就是從他佔定100塊錢 做一個佔定價錢 可是當天是128塊 所以有很多人問 啊這公司怎麼了 明明今天收盤128 他為什麼用100塊要現增 其實不是 那個理論上是他最少要拿到這個價錢 好那佔定價以後 他董事會通過了嘛 這是一個流程 所以他就要送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是申報生效日 過了12或15個交易日以後 主管機關認為可行 你的帳什麼什麼我都查過了 都一切沒有問題 好那就時間到就給你生效 好那生效未來 從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後未來 一段時間 異顧都在30天以內 他就必須要做定價 那定價是在哪一天 其實也差不多 在這裡面他就挑一天 挑哪一天都不重要 而是挑的那一天 後面的前第一個交易日 跟前三個第三個交易日 跟前第五個交易日 還有包括30日 漁東平均線的均價 好這四個交易他會挑一個 那個交易再去打85折到85折之間 給人家抽籤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現增1萬張 10個人1000張要給人家抽籤 那有的公司他會 再留下10個人給員工 那另外的80個人 就是給延時 你有股票的人 你之後分配 相對的你手上有股票的人 你去分配 那80個人8千張的股票 那8千張一樣 它其實也是以 應該講以定價的那個價錢 其實它是打85折到8折 也就是你手上有股票 它現增給你的 你就現賺10%到15% 就超過一支漲停板 這樣講比較快 有可能會將近兩支漲停板 當然你手上要有股票 所以有很多人就問我這個現增的問題 那我今天就教各位 假設你還有任何不清楚 你當然可以問我 但是你會覺得 你剛剛聽我的這一席話 你賺到 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你 這是時下坊間的分析師 難道 不會那麼告訴你 真正的投顧的這種節目 我跟徐老師為什麼在這裡戰戰兢兢 那我希望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些 總體經濟 跟一些投資股票 你長眼的機會 你有三千萬五千萬的人 你要做的是什麼 你要先懂嘛 股票你要先懂 懂公司的一些運作等 主管機關的一些 我們措施的一些法令 然後再來 再看這一家未來的願景 要記得一句話 我剛剛一直不斷的 這段時間我不斷要提醒你 有很多人措施 從台積電買台積電 到目前這個狀況 也就是有很多投資人 不管你三個月三年五年十年 你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 你做那麼多支股票要做什麼 你只要買台積電就好了嘛 你三年前買 十年前買 你買得越早 你不是賺得越多 我告訴各位就是這個邏輯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鎖定 在晚上十點半到十一點半 我們為什麼要講一帶一路 我們為什麼要講生技股 我們為什麼要講情流感 因為我們是針對說 你是一個長線的投資人 你不是進來賭博的 而且你要的是扎扎實實賺到錢 因為你是三千萬五千萬 你在買股票你要投資的人啊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你去投資一家成長的公司 有時候的利潤 比你在買到好地段便宜的土地 便宜的土地 便宜的土地才要好 那下一段我們會請 徐教授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全球的貨幣現在剛 已經慢慢在欺景 在景收當中 全球的貨幣 對台股有什麼樣的影響 尤其生化科技股在這裡整理了 到底它什麼時候要脫穎而出 那我們下一段請徐教授休息一下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投資的制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請直播 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投資的制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請直播 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歡迎回到現場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近股票市場風向有一點改變 甚至在一間市場 也是出現重大的改變 如果你在金融市場活動 連這個改變 你都沒有sense的話 那你在股票市場 真的很危險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麼呢 來 請各位投資網 來看今天的重大新聞 對你來講 可能耳邊峰看過過去 但是呢 對於在金融市場 比較熟悉的人 發現這是一個重大的一個訊息 我今天把它解讀給各位投資看 這是今天經濟日報登出來的重大新聞 新特拉協定 新特拉就是葡萄牙一個度假勝地 新特拉協定 全球貨幣政策趨緊 ECB就是歐洲央行 上週年會各國央行一致偏向鷹派 公債下跌及歐元走強 是明顯的一個效應 什麼叫新特拉協定 就是歐洲央行把召集各個國家的這些央行主管 過來在新特拉在這邊開會 他們做了一個重大的一個結議 什麼結議呢 各位投資網站來看這邊 各國央行已經有所協調 就是有所共識了 那麼貨幣政策呢 將一致轉為偏向緊縮 一致轉為偏向緊縮 以會人士並稱這個協定叫做新特拉協定 那麼最明顯的效應呢 就是公債下跌及歐元走強 各位同學看到沒有 關鍵字公債下跌歐元走強 最近各位同學看到歐元拼命在漲 我們給各位同學看一下歐元 歐元各位 漲到這邊了 漲翻天了 漲翻天了 今天雖然壓回 但是呢 整個趨勢是往上的 所有均線都往上 歐元呢 在這邊呢 可以說是強到不行 那麼強到不行 再請各位同學看 ECB它要跟大家溝通的是什麼呢 在市兜頭已經結束了 在市的兜頭已經結束 那麼情況呢 將回歸正常 所謂回歸正常 正常時指的是表示呢 表示利率將要升高 利率將要升高 利率將要升高 特別強調三邊給你聽 利率升高 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那麼投資朋友 在讀總體經濟面的時候呢 因為利率呢 往往它跟股票市場 是股票市場的殺手 但是呢 什麼時候它是殺手 什麼時候它是駐守 你要搞清楚 利率如果非常高的時候 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對股票市場來講 它是駐守 因為利率開始跌 股票市場開始漲 但是呢 剛開始的時候 股票市場不會有什麼影響 要跌一段之後 才會有明顯的影響 當然 利率開始升值的時候也是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不痛不癢 每年增加個0.25% 不痛不癢 但是 如果這種行為 持續的增加 比如說一年調升了四次 連續四年之後 你受得了嗎 所以 當利率 它的%達到4以上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就會對股票市場 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 所以各位投資者 在觀察總體經濟面數據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留意 什麼叫做紅線 當踩到紅線的時候 那時候 金融市場就會產生反轉的現象 然後現在呢 剛開始 不痛不癢 對 不痛不癢 那麼後面要留意什麼 經濟是不是持續的往上增加 往上增長 如果持續的往上增長 通過膨脹率持續的往上升 然後呢 就業率一直維持在 這個充分就業的水準 那麼 利率就會不斷不斷的開始調升 總有一天 它會踩到紅線 那時候 股票市場 將沒有辦法自成改高價 所以呢 從這個時候開始 跟各位同學講 風向已經開始改變 央行已經跟你講什麼 歐洲央行 不是跟你講的FED 那麼歐洲央行 已經跟各位同學講了 歐洲也要開始升息了 它的QE 也要漸漸的開始出現緊縮 所以呢 在這種氣氛之下 股票市場 將會開始受到一些壓抑 但是這種壓抑 剛開始 並不會太嚴重 一旦到達臨界點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重大的反應 這個是今天 新特拉協定 給各位投資朋友的一個 這個 訊息 那麼 歐洲央行 調升 開始趨勁 它的一個貨幣政策之後 那麼我們來看看 這些美元的指數怎麼走 各位投資朋友看 最近美元指數呢 是非常的一個弱勢 持續持續的貶值 甚至呢 這邊的底部也跌破了 但是呢 在新特拉協定出來之後 坦坦而不跌 開始反升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反彈 這叫反彈 因為一件重大的消息出來之後 本來市場有預期 但是現在經過缺世 那麼這個時候呢 市場反而會利空出境 會開始出現反彈 但是反彈的幅度不會太大 既然是反彈 就是反彈到一定程度之後 還會繼續下跌 這個叫反彈 如果回升 那就不一樣 它會來突破前波的高點 這個叫回升 所以呢 反彈跟回升它是不一樣 那這邊 我們初步鑑定它 這叫反彈行情 美元指數 這邊小幅的反彈 小幅的反彈 當然美元的一個小幅反彈 那麼對台幣來講 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美元小幅反彈 對台幣來講 台幣當然要升值 而美元反彈 歐元貶值 日元又貶值 那台幣又升值 那表示又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台幣在這邊 暫時屬於一個強勢的 一個貨幣的一個水準 那麼強勢貨幣的結果 會造成怎麼樣 造成外資這邊沒有急速 要匯出的一個意願 所以呢 最近 雖然我們的台北股票市場 在高檔震盪 但是外資並沒有大吉的一個撤出 外資並沒有大吉撤出 我們來看看今天加減股票市場 怎麼走法 今天加減股票指數 各位同學看 開低走高 還小漲了17點 在這一根紅棒 這一根紅棒 這一根 前幾天這一根大長紅 這一根紅棒的區間裡面 在這邊做震盪 那麼還沒有跌破之前 這個整理格局持續存在 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紅棒的第二天 不是出現一根十字星嗎 我跟各位同學 這是一個夜星 夜星的一個形態 夜星 在這邊就出現了 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盤氏呢 即將要進入修正 即將要進入修正 我所說的是修正 不是回跌 修正跟回跌不一樣 回跌要跌回起障點 那麼修正它不要回到起障點 甚至在重要關卡 大家就會指出 所以這邊是修正 為什麼我講它是修正 因為各位同學看 在這邊所有的均線 半年線啊 季線啊 這個三十日線啊 夜線啊 還有這五日均線 都持續在往上之中 雖然五日均線 小幅拉回 這是極短線的 但是呢 在夜線跟季線這邊 有強力的支撐 所以在這邊呢 不容易 在這邊往下跌破 各位同學看 在這邊也是 產生這樣的一個 整理走法 但是呢 在這一根 就是季線附近 它碰到之後 就開始往上 那這邊 整理到夜線 就開始往上 那這一均要整理到哪裡 夜線這邊 就有一個強勁的支撐 而且這一根 長紅棒的下沿這邊 也有強力支撐 所以呢 一般估計呢 在這個位置呢 它渴望在這邊 止跌回穩 止跌回穩要看什麼 要看成交量說不說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成交量急縮下來 那麼另外一波段的攻擊 又會開始展開 所以呢 在投資朋友 在這邊觀察的過程之中 要特別去留意這個方向 而這個方向 跟各位同學講過 這波行情的驚動者 是誰 是外資 而外資在這邊出現 單日的大局買超 170億億 一般來講 出現這樣大的一個買超 它的意義 非比尋常 因為告訴你說 所有外資 留在台灣的外資呢 在那個時刻 它的手工的現金呢 幾乎都投進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 後面的買盤怎麼樣 會減少 除非有新的外資 會進來 它才會驚動另外一波的行情 不然的話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如果 開始產生賣超 那麼對台股來講 它會加速 這個修正的一個幅度 所以未來這幾天 投資朋友要特別去留意的是什麼 匯率的變化 我剛剛為什麼鋪陳那麼久 跟各位同學講匯率 因為匯率 關係著外資進出的一個關卡 如果台幣在這邊持續的升值 那表示怎麼樣 外資進來 如果開始貶值 那是表示外資出去 那麼出去對台股來講 當然會有殺傷力 所以這幾天各位投資朋友 要密切留意的是什麼 台幣 它是不是處於一個升值的狀況 是不是處於一個升值的狀況 如果台幣持續處於升值的狀況 雖然今天外資是小賣 只要台幣持續處於升值的狀況 外資沒有要退出去 但有效時間點來的時候 它仍然會買匯 所以投資朋友 在這幾天關盤的過程之中 台幣匯率的變動 將是你首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時間關係 暫時跟各位同學分享到這邊 休息片刻再會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333-02-2369-2333 地震了 怎麼辦 1 跑下 2 掩護 3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投資的制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固 請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选择比努力重要 今天台股的量收 其实电子股涨幅 其实电子股是比大盘更弱势 各位都忘记一句话 五穷六绝七上吊 指的是什么产业 五穷六绝七上吊 指的是什么产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从上个月六月开始 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慢慢在这里铺陈 给各位去了解 台湾股票市场过了万点 或万点时代 台积电红海大立光 这样把大盘带上万点 未来的万点 要有什么样的族群来撑住 未来的万点要在宫 必须吸引什么样的人气 我问各位一句很简单的嘛 你有台积电吗 台积电占你的部位是多少 大立光你有没有 占你的部位又是多少 你赚钱的绩效有比大盘更好吗 小英政府到现在 涨了2500点 你的绩效有比大盘好吗 那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你是不是应该去思考看看 为什么我跟徐老师要用 上个月用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月一样我们用晚上一个月的时间 让各位可以晚上这段时间里面 不会受其他的干扰 而静下来 慢慢听我们分析给各位听 因为投资人的心态绝对不像小孩子嘛 不是随时可以改变 一般会收股票的人 他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 好像火车啦 他不可能 现在开在半途又转回去不可能嘛 他最少要停在站休息一下 对不对 然后再回头 就在这里要给各位去思考说 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 什么样的股票最有机会 我只有一个概念不会改变啦 人会生病 一定会生病 最近听到长庚的急诊医生大换血嘛 对不对 其实我说生技股稍微 有一点点的信息 不管是正面还是后面 大家都会特别去留意他 因为跟每一个人 确身都有关系嘛 好 那我请问你生技股 从小英政府到现在 不涨缓跌 甚至离大盘 离大盘喔 生技股回到原来的位置 最少要20个person 涨20个person 跟大盘比 大盘已经涨了30个person了 这来回回加加加超过50个person 这不是暴力吗 何况重点来了 小英政府已经一年多了 还剩下两年多 我请问你 生技股的趋势在哪里 未来就是这个政府的选票之首次 再讲一遍 生技股的未来 其实它掌握住 未来这个政府的选票 从这点各位好好去思考 那这个重点 生技股到底 它的突破点在哪里 我们请徐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读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要跟各位投资 逢有在分享生技一类股的一个未来 在分享这个之前 有一个跟生技股未来的发展 有重大关系的动向 这个呢 投资朋友必须去了解 尤其是这个KY股 因为KY股 大部分是在大陆设置的公司 然后回台湾来挂牌 那么因为在大陆销售 他们的产品都是 会计入账都是人民币在计价 那么在台湾的报表里面 又要把它换上成台币 但是呢 因为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台币呢 对人民币大举的升值 所以造成了 明明在大陆 在用人民币计价 是成长的公司 但是呢 如果回来台币 报表看到的 却是衰退的 然而 时间在改变 状况也在改变 今天请各位同志看 看什么 大陆的 国家统计集 今天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各位同志请看过来 公布了 今年6月份 中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就是PMI指数 是51.7 比上个月5月的上升0.5个百分点 也高于 路特社 大家所预估的51个百分点 显示制造业呢 大陆的制造业 它的扩张步伐呢 有在加快之中 投资朋友 不要小看这样几句话 大部分的人 看这个讯息 不痛不痒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这是 大陆的 PMI指数 制造业的 PMI指数 好 看出现什么格局 各位同志看 4、5月的时候 4、5月的时候 它都是51.2 到6月来 已经开始弯头向上 到51.7 51.7了 开始弯头向上 那么为什么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 讲这一点 因为 汇率的变化 跟进出口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 这是人民币 最近的走法 各位投资朋友 是朋友 人民币最近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走法 往下是升值 往上是贬值 各位投资朋友 看到什么现象 在这边 出现大幅的升值 在这边又开始出现 大幅的升值 然后出现这种破底 为什么会破底 各位投资朋友看 李克强讲话 他强调 大陆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所以人民币开始出现飙升 在之前 人民银行 他还讲了 人民币的中间 中间价的计算方式 本来是收盘汇率 加上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 现在再加上逆周期的调整因素 加下去之后 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助手 他就是MSCI 他把大陆A股纳入MSCI的成分股 各位 这会造成什么 本来大陆他们在资本账上 他在二月之前都是处于什么 处于逆差 很多的钱从大陆汇出去 所以造成人民币大幅的贬值 但是经过了这几个月之后 大陆的进出口 贸易顺差 从三月 四月 五月开始往上跳升 再加上 刚刚给各位投资朋友看到的 总体经济面的数据 也开始弯头向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投资朋友 你想到什么 人民币开始怎么样 升值 过去跌跌不休的人民币 现在不一样 开始升值了 走升值的路 而且是从基本面带动的 不是政策面压抑所造成 那会造成什么结果 造成人民币升值 对台币来讲也会升值 造成台湾这些KY股过去 用人民币计价 产生衰退的现象 在这种气氛之下 会转成怎么样 转成成涨 所以对于生技类股 尤其KY开头的这些生技类股 特别有重大的影响 那讲到生技类股 我请各位投资看 看这个图形 这是MSCI全球医疗保健指数 各位投资看什么格局 整理完毕之后 一波大局的上涨 涨到这边之后 涨多了 当然会回整 所以这几天进入一个修正 进入一个修正 那修正 它不是回跌 既然是修正 那就是修正拉回量缩之后 它准备另外一个破断的一个公式 MSCI 保健类股指数 你看它的均线都是往上的 从年初到现在 涨了15.18个percent 涨了15.18个percent 那我们来看S&P涨多少 S&P涨了今年以来 涨了8.9个percent NASDAQ涨多少 涨了16.4个percent 涨了8.3个percent 好 再来看 美国的NBA指数涨了多少 涨了20.6个percent 是谁涨了比较多 是NBA指数涨了最多 是不是 所以从今年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一直在看到 涨了涨又创新高了 NASDAQ又创新高 事实上 跟NBA指数比起来 相对的是逊色的 相对来讲它是逊色的 而且最近风向又开始改变了 我常常要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是你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要掌握key point 关键点 关键转折的时候 你一定要抓住 关键转折的时候 你一定要开始好好的抓住 平常的波动 你损失或者你没有卖 对你来讲都是影响不大 影响你的获利不大 真正趋段的改变 风向的改变 这个才会造成你真正的一个赚赔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 从今年到现在 大家都在讲 电子三季头 台积电 鸿海 大力光 我们来看看 台积电 鸿海 大力光 表现 鸿海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涨了38.9% 很好 非常好 拍拍手 好棒好棒 来来看 台积电 从今年以来 涨了18.7% 也是很好 拍拍手 好棒好棒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生技族群 有没有比它更棒 这叫F马光 它是做慢性病管理的 它今年到现在涨了多少 涨90.9% 有没有比鸿海 棒棒棒 有喔 比鸿海涨了两倍多 好 再来看 这家新宝 6130的新宝 它是做医美药庄 从今年以来 到今天收盘 涨了109% 有没有比鸿海 有没有比台积电 棒棒棒棒棒 是啊 投资朋友 你没有发现吗 生技股早在动了 只是你还在看 鸿海 台积电 这些大型股 真正的 涨了一倍 90%的 你反而给忽略了 所以 投资朋友 趁这个时刻 还有很多生技股 刚要开始出发 你看它整个格局 各位同学看 生技贵你看 它的个大底你看 做得多么完美 拉回量说 又是另外一个开始 各位 这是生技贵啊 这是精华啊 大底完成啊 葡萄王出问题的公司 它也组成了多重底啊 这不是过了警线了吗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机会 正在酝酿 只是你又没有发现而已 好 我们时间关系 就跟各位同学分享到这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选择 比努力重要 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说它的成交量只有800多亿 各位开始思考 会不会株养辨色 尤其是股票市场里面 常常应验的那一句话 五穷六绝七上吊 指的什么产业 好 那大盘如果还要维持万点以上 它必须有新的族群进来替补这个空缺的位置 台积电鸿海大立光这些前子股 电子前子股 最少它要等换手 这段时间你说它要供过去吗 如果要供过去早就供过去了 好 我们来看 这是大立光来 大立光这是桌线 5070块钱是在5月的第一个礼拜 5月2号 它已经多久没有创新高的5070 已经多久没有创新高了 已经多久了 现在是7月 今天是7月3号 足足两个月没有创5070的新高 各位去思考 大盘又要站在万点 又要不能跌破万点 可是股王已经两个月没有创新高了 我不要说他会跌或怎么样 他如果股王跌 反而对台股来讲不见得是好事 可是我问你 我用最直白的一句话 股票不要让他落 要落落一个本钱落你知道吗 我现在很多人一定会清楚 股要你不让他跌 你是不是要很多的本钱去砸在那里 去挡在那里 他才不跌啊 这最基本的嘛 好 另外一个是 你要有时间让他去换手 那我请问你 i8出来了吗 还没嘛 所以这让空档的时间里面 势必要有新的主流出来 那新的主流在哪里 刚刚徐老师讲得很清楚 有些股票尤其生计股 生计股 其实有些股票他已经在创立自己的新高 而且涨幅不会输于电子股 但是他们都是属于比较 我们讲比较小型的 不占指数的 认同度比较低了 所以他都会利用这段时间 偷偷涨上去了 就像我讲的一句话 好大你都不要破坏 对不对 那如果会生病 生计股没有理由 大盘涨到万点了 结果生计股还比大盘 如果大盘的涨幅跟 生计股的跌鱼把它加起来 大概有50个人的差额差距 那你告诉我这不是机会吗 所以各位开始去思考 这个一开始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相信各位 我希望各位大家一起来寻找 我们来找找型那个目标 什么目标王 国王的王 有的人以为是小王 不是小王啊 你们心里上要小心一点 有的人会心里讲 是不是小王 是国王的王 王不见了 王不见了 现在的王好像是大立光 可是他已经没有资格当王了 要当王 股王当股王 不是股价最高啦 虽然他也是条件 可是未来要涨幅最大 未来要有人气 所以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给各位五天的时间 我们来找王 王在哪里 好啦 我们给各位十天的时间 我们来找王在哪里 国王的王在哪里 我跟各位倒数 今天是第十天 礼拜一 未来我一天一天来跟各位倒数 然后我会把他的现象拿出来 给各位看 请各位大家一起来寻找 王在哪里 再讲一遍 是王喔 国王的王喔 有些人会去想 小王在哪里 这不行喔 王在哪里 倒数第十天 今天礼拜一 好未来的十天 我先不先讲的 看会怎么样 你想进一步了解的 可以打电话来 明天同一个时间 我们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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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